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拿何鸿燊的父亲何时光来说 他娶了开部著名商人显德芬的女儿显星云 两个家族联姻后何时光也是接过了显德芬东华三院主席的职务 两大家族间合作甚多 而何鸿燊与原配李婉华的联合也是联姻 李家属于澳门的葡萄牙人圈子 何家看中了澳门李家手上的权利 两家联姻后 赌王在澳门的生意确实也受到了李家的照顾 何鸿燊当然也明白联姻的好处 赌王有17个子女 虽然不是每一个孩子的婚姻都是家族联姻 但年龄合适能力又突出的几个孩子 几乎都遵从了家族的安排 用婚姻去换取实力 再回到何超琼这边看看 何超琼是赌王与二太蓝琼英的第一个孩子 出生于1962年 何超琼在1981年之前得过上算自由自在 因为热爱艺术 他在19岁时参加了TVB的训练班 半职业化地加入了娱乐圈 但1981年时有一件大事 彻底改变了何超琼的命运 在那一年 赌王与原配李婉华的长子何有光 在普洋里斯本遭遇严重车祸 这场车祸导致何有光与妻子苏K双双身亡 而在听到噩耗后 何有光的姐姐何超英受到了多重刺激 变得疯疯癫癫 原本被赌王给予厚望的长子突然失亡 长女又精神失常 这严重打乱了赌王的继承人计划 立马盘点自己的孩子们 何超琼无疑是最优秀的一个 于是在赌王长子何有光车祸去世后 赌王收回了曾经给予何超琼的CLA自由 赌王把何超琼从TVB拽了回来 亲自下场 手把手叫他生意惊 出见成效后便派出去与许静亨联姻 我们都知道许静亨花名在外 难道赌王的眼光真的这么差吗 赌王曾说过何超琼是他最能干的女儿 为了这个假定继承人选择的丈夫 当然也要足够优秀 许静亨是优秀的 但在这个优秀之前 还得加上许佳这两个字 当时赌王在澳门发展博彩事业 由于特殊原因 他需要通过水路将客人运到澳门 这就睡到了航运 虽然何家自己也做航运 但实力不及许家 而进军地产业的许家 也能在各方面与何家进行互补 在许家二老乌色优秀媳妇人选时 何超琼的名字蹦了出来 赌王曾说过 何超琼是他最能干的女儿 让女儿嫁过去是辅佐许静亨的 何超琼的经营才能 是赌王手把手交的 尤其是1981年 赌王长子何有光去世后 赌王更是看中何超琼 倾囊相授 何超琼嫁入许家 是去争当许家 活世人的 而不是因为看中许静亨这个人 赌王当然非常清楚许静亨的调性 但有一个不成器的丈夫 何超琼才更有发挥才能的余地 随后就有了许静亨 与何超琼的那场奢华婚礼 1991年 何超琼带着实意嫁妆 带着两个大家族的期盼 风风光光地嫁进了许家 一场婚礼 耗费了2000万港币 足足办了三天 原因二 许静亨沾花惹草 不过对于豪门来说 幸福与否从来不同 婚姻是否豪华无关 婚后许静亨花心的老毛病没改 爱玩她 先后与李姿 陈法荣等女明星传出绯闻 但因为何超琼原本就 从没欣赏过她 所以对这一切采取了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态度 但2000年 这个微妙的平衡却被打破了 2000年8月30日 何超琼当方面宣布离婚 当然的 当时她说了这么一句 意味深长的话 我们结婚已有两年 从191年到2000年 是两年 不 世界上何许两人结婚九年 但有七年处于分居状态 婚姻以这样的形式存在 两人一直都没有孩子 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九年里 徐静亨既没有雄起的事业心 也没有改掉花心的坏习惯 何超琼已经失望透顶 忍无可忍 不过航门之间的利益切割 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虽然要说离婚 但是这个手续却一直拖到 2007年才办妥 在2006年时 许静亨被拍到与李嘉欣热恋 在2006年到2007年 媒体们常常写 何超琼拖着许静亨不肯离婚 阻挠李嘉欣进门之类的报道 对于这些传闻 何超琼表现得厌烦 他霸气回应 在他们成婚前几个月 我就签了离婚协议书 只等法院批准 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 别再来阻挠我 一阵闹腾后 许静亨也得到了他想要的 在2008年10月28日 与李嘉欣在香港 金钟红棉道婚姻注册处 正式递交了结婚申请 并于同年的11月23日 举行闭门喜宴 2001年2月 李嘉欣生下了两人的儿子 许建彤 不过在2014年 许静亨的家庭地位 却开始发生了微妙变化 许世勋对这个小儿子 是极其的失望且无奈的 但自小的宠溺 才养成了许静亨的佛系性格 一切都为时已晚 到2018年 许世勋离世时 他没有将企业交给许静亨 不过好在许静亨 与李嘉欣生了的儿子 让二老看到了一丝希望 如今许静亨和李嘉欣 每月在家族信托基金 领取200万的零花前 以维持生计 或许你会说 这可是笔巨款 但对于许静亨和李嘉欣来说 每个月200万 买几件衣服 吃几顿饭就花完了 实在是捉襟见肘 至于住宅 许静亨和李嘉欣 现在住在家族持有的 港岛富士单位中 个人并无拥有任何物业 不知道李美人 如今是否会后悔 当初闹翻天 也要嫁入许家 真的值得吗 原因三 何超穷心有所属 何超穷与许静亨离婚的原因 许静亨花心是起义 但其实 女方也早已心有所属 在赌王的葬礼上 作为何家画室人的 何超穷特意挑选了一张 陈百强与赌王同桌就餐的照片 这张照片其实拍得很不好 陈百强只露出了半张脸 但明眼人一看 就会明白何超穷的用意 非清非故 陈百强为何要出现在 赌王葬礼的照片集锦里 显然在何超穷的心里 陈百强也属于家庭的一份子 年轻时的何超穷 生的美貌 又热爱表演 于是在19岁时 他报名参加了TVB的训练班 想要感受一下 站在舞台上的八方瞩目 1981年 何超穷在参演电视剧 突破时 与陈百强相识 陈百强当时已经很红 唱歌演戏作曲 样样干的风生水起 长得帅气又谈吐文雅 他很快吸引了 情动初开的何超穷 而陈百强也对这个 没有沾染女明星 功力心的小姑娘很上心 一来二去 两人认定了 对方是今生的唯一 陈百强的父亲 陈鹏飞是中环 金宝表行的创始人 实际上陈百强也算是一个富二代了 只不过陈家的父与何家的父 量级差太多 赌王曾不止一次表示 自己不喜欢陈百强 认为两人不合适 但不服输的何超穷毫不示弱 没试过怎么知道不合适 他试着找机会 带着陈百强与爸爸见面 吃饭聊天 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让爸爸改变主意 但何鸿燊一直多坚定的一个人 而且1981年 赌王长子何有光 因为车祸身亡 彼时他将大部分的希望 都压在了何超穷的身上 他不可能放手让何超穷 去自由恋爱 为了将何超穷 拉回自己的身边 赌王还以财政相威胁 想要享受家族带来的光环 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 所以何超穷妥协了 后来陈百强在193年意外离世 将永无止境的遗憾 留给了何超穷 原因四 女强男弱 这个女强男弱 指的是对于事业的雄心 何超穷当时能牺牲自己的感情 选择妥协联姻 可想而知 他的事业心有多强 婚后何超穷一如既往地 参与到了家族企业的运作中 赌王曾公开表示 何超穷的美高美金店 比自己的新普京还漂亮 在赌王的夸赞中 我们不难看出 他对自己的这个女儿有多满意 而退休财俊许靖恒呢 一心在事业上没有上进心 当然了 说得好听点 这叫佛系 除了对追求美女很有心得之外 徐静恒的事业心几乎为零 两人很难在人生价值观上取得交集 相处再多年 也始终沟通困难 于是两大家族只能忍痛 进行一场利益切割 如今的徐静恒已经稳重许多 画面新闻不太多 或许是因为遇到了真爱李嘉欣 也或许是因为荷包太瘦 而何超穷呢 事业干的风生水起 如今的何掌门已经有能力决定自己的人生 除了不会再回来的爱人 无论人生怎么过 错过的都不会再回来